俄罗斯总统普丁警告将动用一切手段保护领土完整 而战斗民族拥有的毁灭性武器名不虚传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被称为撒旦二号 最大射程可达一万七千公里 发射几分钟后可以轻易袭击伦敦或纽约 一枚威力堪比一千六百克广道原子弹 伊斯坎德尔飞弹是短程弹道飞弹 射程越五百公里 二军号称事上没有能拦截伊斯坎德尔的方法 而普丁也在今年六月在白俄部署伊斯坎德尔瞄准乌克兰 9月初的东方2022军演 俄罗斯罕见派出奥斯卡集合动力潜舰 可以攜带24枚超音速飞弹 最大射程可达550公里 被视为打击美国航母的杀手 而根据美国科学家的数据 俄罗斯共拥有5977枚核弹头 除了核武俄罗斯天然资源 更是普丁手中最大王牌 西方制裁相比之下 顿时小屋见大屋 面对即将到来的沿东 欧洲纷纷祭出节能措施 希拉大桥关灯节能 德国则是靠烧才取火 直呼木材是欧洲的新黄金 普丁演说后欧洲能源价格再度飙涨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欧洲能源价格已经比战前涨了1000% 而大陆则趁势取得半价能源 成为俄国最大客户达成双影局面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